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這一節有一宗趣文要跟大家分享 環球時報旗下的環球輿情中心 昨天發佈了一份民意調查結果 原來他們每年都會做一次中國人看世界的年度調查 這次的民調 無論是調查方式 或者是調查結果 都是相當有趣的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在過去我一直都有一件事很好奇 就是到底大陸做的民意調查是怎樣操作的 大家都知道香港的民意調查 一般都是會打顧網或手提電話 打到來的時候 要麼是真人問你問題 要麼是電腦問你問題 你就按按按個答案出來 好了 按道理大陸就很難這樣做 一來官方不會批准讓你搞這些事 二來就是 就算有人打電話 問你那些民意調查的意見 你都不敢回答 你一來又不知道他是否這個電話騙案 哈哈哈哈 可能打來就是白狀 也不知道 二來就是 問那些問題很敏感 怎麼回答你 所以 我就很好奇 民意調查怎麼做 原來 這個環球時報自己就爆了那個調查方法出來 原來 這一次的調查 主要就是採用 會員要約的在線問卷填答方式來進行 問你怕沒有 會員要約 即是說你有了會員的滋擾 你才可以要約他做 你選擇會員出來 豈不是實名劑 哈哈哈 難怪那些民意調查結果 這麼有趣 就算給你這個民意調查是真的 是真的 那些人敢不敢回答一個他心底的答案 我也有點疑問 是不是 好了 他們的調查樣本 就一共覆蓋了大陸16座城市 包括了 京上廣深 不用說了 成都瀋陽 青島 天津 西安 武漢 等等 武漢也有份 回收的有效問卷 就有1945份 這個民意調查 有幾大程度能夠反映到民眾的心聲 還是 其實做這些問卷的人 他都在揣摩 那個上意 因為他回答自己真實的心聲的時候 就隨時出事 我相信填答問卷的人 都不夠膽亂回答 與其說這是民意調查 不如說 民眾在揣摩官方的立場 好了 就講講 到底他的民意調查 問了什麼 第一題 就是對於中國影響最大的 雙邊關係 究竟是什麼關係 四成七的人就回答中美關係 三成三的人就回答中俄關係 兩成七的人就回答中歐關係 這個就排在頭三位 這個環球時報就有引述一些專家來解釋 中國外交學院教授李海東就說 19年的時候美國就發動了中美貿易戰 幾乎每天都佔據了媒體的國際新聞報導頭條 自然會影響到中國人的想法 使到中美關係的重要性 就在民眾的腦海當中大大提升 不過 經過了這兩年中美之間的一系列博弈 很多中國人都發現 美國的貿易戰和其他霸凌的舉動所產生的影響 十分有限 因此對於 美國是否真的對中國那麼重要呢 這個質疑聲就變大了 實際這個說法 都某程度上不是說沒有道理的 因為你說中美貿易戰打了那麼久 也未曾出現食草的情況 問題就是中澳貿易戰一開始打了 沒多久就已經停電了 似乎中澳貿易戰因為牽涉到資源的問題 一旦衍生什麼狀況出來的時候 那個影響很快就會出現 當然 中美貿易戰對於中國的影響 絕對就不是說好像他所說的十分有限 只不過來都說 中美貿易協議簽訂了一年之後 我們又可以檢視一下 究竟在頭11個月的執行情況是怎樣 中國 一共在頭11個月 向美國買了820億元的 美國商品 佔了全年的目標 1590億美元 大概一半以上 但其實大家看到 820億 對比起1590億美元 其實就差一大部分 是遠遠不達標的 在那麼多種的美國商品當中 中國所購買的農產品 是最接近達標的水平 反之 在美國的能源產品方面 中國的購買進展 是最頑皮的 所以大家看到 農產品 其實對於中國來說是很重要的 包括買大豆也好 買其他的東西也好 這些東西是必需品 所以其實就要購買 就算有沒有這個 中美貿易協議 大陸都是要買的 比如說大豆 你不買的時候 找什麼來去餵豬餵雞 之前試過一鋪 就說找巴西買 實際巴西也是轉手 他也是向美國買 結果還被人掃了一大筆 所以農產品方面的需求彈性 就很低 大家就會看到中國 在買美國商品方面 就遠遠不達標 但是美國就沒有執行 那個回彈機制 實際中美貿易協議當中 就有個回彈機制 就說一旦 在執行中美貿易協議的時候 有什麼不理想的情況 就可以回彈 一回彈的時候 關稅就會彈回頭 但是現在就沒有執行 所以大陸專家就說 中美貿易戰的 所產生的影響十分有限 因為人家根本都沒有認真去執行 如果人家真的認真執行 這件事的時候 對中國經濟所產生的 影響 肯定就會大到難以想像 根據這個民意調查 就說中歐關係 就是第三多人認為是最重要的 實情在昨晚 這個中歐投資協定 終於達成了一個共識 德國肥婆總理麥克爾 在臨下台之前 就送了一份大禮給中國 這次肯定就做硬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不用整天只有 基辛格 這個麥克爾肯定也是 你看他完全把握著這個時機 一定要促成這個中歐投資協議 當然 過程當中 有些歐洲的小國 都說曾經有出聲 只不過這就是更顯偽善 實情歐盟要通過任何東西都好 都必須要這麼多國家一致共識 隨便站出來反對都已經搞不定了 卻不知每個人雷聲大雨怎麼笑 喊的時候就很大聲 到真真正正的時候 就沒有人站出來反對 那你不就是心底裏都是想贊成 是不是 當初說那麼多廢話 完全都是浪費 喊的時候就懂得一隻二隻 好像大喊十 到真正埋牙的時候 個個就變成沉默之聲 說鬼嘛 當然啦 昨晚 中國和歐盟宣佈的是談判結束 但是投資協議的文本 仍然需要大約一年時間來籌備 可能要到了21年的下半年或者年底 才能夠正式簽署 當然啦 協議的文本 還有很大的操作空間 到時候怕邪默克爾都已經下台了 因為他的任期就到了今年年中 但是起碼來說 那個象徵意義很大嘛 中歐談判結束 大致上已經達成了一個共識 之後 具體怎樣去執行的細節就要慢慢談 到時候會不會再陰溝女翻船呢 不知道 但是起碼來說 大原則都已經是同意了的時候 還翻什麼 可能每個人都想著 麻煩你快點簽吧 到時候就中歐一起發大財 等了很久了 可能有些國家就已經是 對不對 所以難怪這份民意調查 中歐關係的重要性越來越強 當然中俄關係排第二位就不用說了 中俄一向 都是 友誼萬古長青 再說一下這份民意調查 接下來就有些東思校貧的成份 他們說數據顯示 分別有六成半 五成三和四成六的受訪者 討厭特朗普政府 美國軍隊 以及美國媒體 遠高於 喜歡這三樣東西的受訪者比例 然而 對於美國影視作品 美國電子產品 美國體育聯盟 以及美國大學科研機構 受歡迎的程度 遠遠高於討厭的程度 他特意做這一題出來的目的 就是像美國那樣 美國 受到余茂春的啟發 經常他們很喜歡把中國和中共區分起來 就特意把CCP這個字 經常在官方文件當中出來 他又不是說中國的 現在經常都說CCP 特別是說中共 現在 環時 這份民意調查 有樣學樣 故意把特朗普政府和美國人民區分起來 討厭美國政府 討厭美軍和討厭媒體 但是喜愛其他那些東西 你只是硬來這些說法 因為特朗普其實都是民主選舉產生的 他也是有民意基礎的 就算說今屆 他面對著那麼多難題 那麼多的打壓 在這樣的情況下 還有七千多票 這是很堅實的 有些被人拔走了 不要計了 現在還有 可以見得到的 也有七千多萬票 所以這一招就老實說很老套 還有故意來講 有四成六的人討厭美國媒體 這個未免有些是肉蓋離章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有很多報導都已經說過 說很多美國主流媒體背後都有大陸的手影 大陸又很喜歡 掛錢去美國主流媒體賣廣告 諸如此類 千絲萬縷的關係 你現在又說很討厭美國媒體 你只是找來講而已 是不是 然後看這一條 他們就問 美國的 拜登如果執政之後 對中美關係會產生什麼影響 三成一的人認為會為中美關係帶來轉機 兩成八的人就抱持著消極的態度 另外近四成的受訪者就回答 不知道 說不清 其實是不是真的說不清呢 當然又不是 拜登已經是早幾天又說得明 他一旦上任那一天 就會馬上推翻特朗普時期 所作出的某些行政命令 他認為有部分的行政命令 就是所謂的破壞性 他就馬上就會terminate 是會終結那些行政命令 就擺明拜登上台就是有利於中國 都正式是多此一問的 答案都寫了在牆上 還說有四成人說不清 有兩成八的人是消極的 無非就是想給拜登多些空間來操作 這份民意調查有一條題目一定要說 就是專門為戰狼外交設置了問題 近年來西方質疑中國搞戰狼外交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近日回應 為了維護中國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為了維護國家的榮譽和尊嚴 為了維護國際的公平和正義 就做戰狼又何妨呢 本次的民意調查顯示 有七成一的受訪者認為戰狼外交是中國應該有的外交姿態 在這七成多的受訪者當中 又有接近一半認為 中方對於有關戰狼外交的回應 是有足夠強硬的 但是有兩成都表示不算強硬 而且還應該是比較強硬 這個真是搞笑 大佬這些戰狼外交 已經累累在國際舞台上 旁邊是惹起很大的爭議 有時候說被人抓到你貼假圖 假照 假片 有些是出醜的 總之什麼狀況都有 但是外於有部分西方國家 他們就是要保持著跟中國的良好關係 因為要顧著經濟貿易 所以就算出現了這些狀況 很多都選擇不出聲 但是澳洲方面 射得很厲害 所以現在澳洲所謂被懲罰 但是人家越罰 他似乎越找到一個新的路向 這些戰狼外交 竟然說有七成的受訪者都認同 沒有辦法 既然有民意基礎 就繼續去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